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嘉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加拿大多倫多的萬錦市大麥去過 非常多華人, 是華人聚居的地方 最近有位華人向媒體報料 他停泊在Stove Road的一間住宅車庫外的Audi Q3車 在5月13日早上被兩名疑犯試圖打開車門 不過約克區治安再度令人擔憂 根據這位華人提供的閉路影片顯示 在早上6時14分 位於Yong及Stove Road的住宅 當時有兩名蒙面男 接近他停泊在車庫外的2023年灰色Audi Q3 其中一個新穿灰色衣服的疑犯試圖打開車門 失敗後 他便慢慢走去和新穿黑色衣服的同檔 由Windrow Street向北面逃走 案發時 當時報料者正在熟睡 因為收到閉路電視的通知後驚醒 他看閉路電視的記錄後便離開家門 想出去追求那兩名疑犯 他很勇敢地在Silver Maple Road和Windrow Street的健身中心外面 發現兩人的身影 據他的描述 當時兩名疑犯仍然在四處遊蕩 兩人走到過去近Yong的遊站便停下了 兩名疑犯身高介乎於5呎8吋至5呎11吋 他們作案時全都戴口罩 其中一人身穿灰色衣衣、黑色褲和白色鞋 背著斜背包 另一個人身穿黑色衣衣、灰色褲 背著背包 而這位事主亦說自己居住在這個地區已經8年了 聽聞附近是曾發生偷車的事件 所以自己每天起床時都會查看閉路電視的記錄 這次第一次發生在自己身上 坦然自己很擔心治安 但無奈地,家裡只有Single Garage 只放到一輛車 所以另一輛車便必須停泊在車房門外的 driveway 他被問到這次被人試圖打開車門後 他日後會如何應付呢? 這位事主表示 他日後會盡快購買桌盤鎖和阻截車時訊號的袋子 以防再次成為匪徒的目標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看這件事呢?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大咪今集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你們多散分 有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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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腳 有些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